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不是东方的人 我告诉你 领恩派的人 从美国到非洲 到亚洲 不论哪一种文化 都有同样一个特点 就是要做大事 要很多人他才感愿 我们福音派的人 我们保守信仰 我们很顺正 我们因为是走到正路的路是窄的 门是小的 我们已经阿Q到一个地步 很会找圣经替自己结尾 都有答案 我和你一样的 知道有一天我悔改 我不是这样 一方面我要做一个真葡萄树的职质 这个是quality 一方面你要多借国资 付得永药 这是quantity 为什么法有quality 一定没有quantity 为什么注意quantity 一定没有quantity 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讲道是很适应的 是很market oriented 是很肤浅的心理的 所以能够很多人来 难道真理不能吸引更多人来吗 我请问你 我1970年到台湾来的时候 长老会的汇油是20万 现在的22万还是几万 那么这几年呢 四三四十年增加2万 长老会这三四年汇油现在还是多少 送给谁 我们连人口的比例的分量都不能够一同长进的话 我们怎样在世界上还能传福音 你说 哇 主耶稣不要快来 因为很多人还没有得救 主迟一点来 迟一点来就有多一些得救的人吗 可能 但迟一点来一定更多人下地狱 那这种观念 为什么你没有 为什么你没有 为什么 再多一天 再多一天更多人下地狱 我怎样快快把更多人带到主人面前来 至少有这个熊献